hello 大家好 我是日本家的慧杰 今天呢 我们来到了借室的借区 这边有一个叫南海高野县的借东站 徒步只要8分钟 然后来大家带大家来看一个新建的移户建 这个移户建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我们现在面前看的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纯黑的一个色调 像一个巧克力的那种感觉 然后是一个两层建 建于今年的5月份 占地面积呢是86个平方米 然后建筑面积呢 两层加起来是一个90多平方米 然后二楼呢是分布了三间卧室 然后一楼是分布了一个客厅 还有我们的洗漱局 那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一起进去看一下吧 Let's go OK 那我们现在就已经进入到了玄关的位置 这个玄关跟以往我们拍那些移户建相比的话 是比较窄的 然后它这边也是给我们做成了这种 抠字形的这种的鞋柜收纳 我们往前走 这边它给咱开了一种小空间 我们可以放一下我们的婴儿车什么的 然后往这边进入玄关上来最多数遍呢 它是一个洗漱的区域 这样我们回来回家之后可以马上脱完衣服 把衣服脱了之后把这儿洗掉 然后我们进去把身上细椎什么都洗掉 这边也是我们老朋友三面镜的洗漱台 然后它这个比较好的就是这边给大家看到很多的那种收纳 然后继续往这边走呢 就是我们的浴室部分了 浴室部分的话就是最普通的浴室 而且它这个宽也是比较宽的 像我这个握紧拳头1米67的话也是1米72 75也是够用的 然后我们继续往前探索呢 从浴室出来之后 这边呢是我们通往二楼的楼梯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 就是我们的厕所的部分 它也是全自动的冲启式的马桶 然后从厕所正对面 我们打开这个门之后呢就是我们的客厅的区域了 这个客厅呢就是通风和采光比较好 这边是朝正南的 我可以往这边看一下 它这个生活区域跟我们的饮食区域分布的比较好 我们可以把沙发摆到这边 然后这边我们就摆一个就是小型的菜桌 做完饭之后可以直接端到这边 然后进行使用 看一下我们的厨房的地方 厨房的话也就是我们之前看的那种特别普通的 就是多工作性的厨房洗碗机小烤箱 还有我们的三口煤气灶 然后它这个抽烟机吧 就是感觉有点老 但是它这个都是全新的 从厨房这边过来呢 正对着我们停车场的位置呢 它也是给我们开了一个像这种的大型的收纳 我们可以放一些那个婴儿车呀 或者是我们不用的行李箱 或者生活中的一些杂物什么的 收起来然后加以来客人之后 客人的时候呢 也不会被别人看到 OK那我们继续去二楼看一下 OK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二楼的位置 是二楼上来之后呢 最左边也是给我们设置了一个厕所 也是全自动的冲启 然后我们就不用晚上起夜的时候 就不用往一楼跑了 然后继续往这边走呢 它这边呢 有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大概在个六铁左右 然后它这边就是因为 这边就是我们的二号地 因为我们现在是属于一号地嘛 这边是二号地 就是采光不是特别的完美 而且这边是朝北的 二届屋室呢 可以算上是我们的主卧了 因为它这边是有个朝南的大大的阳台 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房子的面积呢 跟个比刚才那个房子 整整大了1.5铁 也就是说这个房子的总面积呢 带一个7.5铁 它那种也是开了这种 大型的不如是的收纳 OK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 它这部收纳我感觉放一个 放两个人的一物是完全够用的 而且它里边的洞深是特别深的 OK话不多说 还有一个地方比较好的是什么呢 它在这边东向的地方 也是给我们开了一个像这种的通风换气的窗户 这个窗户打开之后呢 就能很强烈地感到它的一个震身的凉风 而且它也是做成了这种磨砂感觉的 OK继续往前走 看去看我们最后一间卧室 最后一间卧室呢 大小在个6.5铁 比刚才那个房间小了 大了0.5铁左右 它这边开窗是朝正南的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朝东的嘛 所以说也是连接到我们的主卧的阳台 这期视频呢 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然后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呢 位于南海高野县 借东站徒步只要6分钟 然后我们往那边走呢 它是有一个生活超市 然后徒步也只有4-5分钟左右的样子 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地方是什么 它这个房子周边呢 分布了两个学校 一个是小学校徒步在个4分钟 一个是三国休中学校 徒步5-6分钟左右就能到达 在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 然后周边的生活设施这么方便呢 情况下 像这个新建的一户建呢 目前售价呢 是4790万日币 那你对这个房子的感觉是怎么样呢 是喜欢呢还是不喜欢呢 如果你想实地过来看一下这个房子 或者是想更深的去了解一下这个房子 记得联系我们日本家 我们是日本家的会见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